哈嘍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Try and Die 來跟我說你以為很遠就死了 不知道大家玩遊戲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但要想一丟就各種子彈爆裂物一次補齊 超級方便分類好穿便班 但明明就各路好漢 槍枝門派大家對於口徑就各有所好 讓看電玩畫面推移士兵都不經意下了出來 張口就來什麼9毫米7.625.5650K 一堆感覺像數學題目的用詞 別欺負我了這類學測數學我直接睡覺兩級分的人好嗎 自從有了槍槍那肯定就離不開一個詞 口徑Caliber 雖然主角講的是子彈 但其實上面的小數點代表的是槍管 或跑題來說砲管內部的直徑大小 譬如北約制5.56公里步槍 代表槍管內部突起陽線相對距離是5.56毫米 很有趣的是一般情況我們的子彈會大於槍管 那麼0.0幾 像是M2重機槍使用的0.50子彈 換算回12.7毫米 但是槍管內陽線直徑是12.69 嗚嗚差個0.01 所以每一次的擊發都是巨大的爆發力 把子彈頭槍型擠入槍管 彈頭潛入後會沿著槍管 螳線做出高速旋轉在華麗出場 長期摩擦手累積的熱能 怪不得在瘋狂掃射後都會融掉你那根 然後再來一般人比較困惑的就是計算單位 有時千進位 有時百進位 歐洲大部分國家則是用毫米 亦有些時候直接口語上省略或無條件進位等等 我們可以直接出一道數學題 以前港片常聽到警察拿的是左輪.38 那小明今天如果要走私給歐洲客戶 試問木箱上音標是為多少毫米 隱魂場簡稱的.38其實也就是0.38英寸 套入1英寸等於25.4毫米的攻勢後 你就可以得知小明應該在木箱上標9.65毫米 但你不能直接稱呼他為9毫米 因為那會和魯格踏場打架 欸對的 儘管同樣有百年歷史 也都是為手槍而生 大小也幾乎一樣 但就最好別輕易霸王硬填彈啊 考慮到初速的子彈重量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怪物了 說到不同種的怪物 傳奇的.44Magnum 就更不能代入以上的換算公式 因為它的.44數值完全是在向勞動家致敬而已 彈丸實境口徑了是.429一吋10.9毫米才對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的限彈槍類型 還有另外的演算法 欸別笑 因為警察現場及政務處理 鑑定蓋要題庫呢 欸真的有類似的選擇題 說到一般槍枝的口徑大小 單位為英寸 如.38英寸或公里 如.9毫米 而一般限彈槍的口徑規格大小呢 如.GA12 所指的是. A.英寸.B.公里.C.公分.D.五單位 答案是D喔 因為所謂的12G限彈槍指的是.千斤.GAGE 其實應該也算是一種單位才對 所以第一選項我覺得放以上皆非比較恰當 你真的搞得我好亂啊 怕有點太深了 趕緊我拉出來談今日的主題 步槍彈口徑大小之爭 在正式激發之前呢 建議喜歡本頻道的各位可以去專屬P戰斗內 那裡只有一種計算單位 沒有比上面一卡車講的還複雜 影片最後面會出現連結 希望能藉由各位的力量達到之前 所設定的1000美金之目標 一個月一杯新爸爸 除了Discord伺服器外 我還在想更多獎勵提供給各位 也歡迎點訂閱和小鈴鐺 那些其他一直排走的YouTuber說到爛的事 在我的極力推廣下 後台顯示有2.4萬名觀眾 選擇小鈴鐺的全部通知 我自己也是少數很喜歡的頻道 才會給予這樣的特權啊 就只是稍微停在家的這權利項 你也不一定要去做 但這樣就不會錯過本頻道的 八點首播和遊戲直播 在NATO 奶頭蛋正式同意之前 上場大戰諸國馬都各出其招 最小的是日本6.5x50毫米的Arisaka子彈 大家所熟悉的散巴大蓋 和大陣11屍都愛吃這一款 不只為二戰各國裝備口徑最小的力氣 同時也是日本帝國消耗量最大的彈藥之一 因為威力稍寫不足 1939年參考中國戰場上遇到的毛色彈 才生產出7.7x58毫米的油板子彈 不過很有趣的是 在與美軍跳島作戰中 6.5個依然身受聚集手喜愛 主要是因為搭配38大概的長槍管 讓適中的火藥桶能在出槍前被完全用盡 導致沒有多餘的煙霧和槍口閃光 二戰中部槍彈排名 再來是義大利6.5、法國7.5、英國.303也就是7.7、德國7.92毫米 一路升到最大尾的則是 奧地利8×56公里R代底原子彈 主要用戶有夏立曼1895型步槍 在二戰時有給和德軍同盟的匈牙利警察單位使用 來源是一戰的老模組 所以的確有點過時但依然微能 歐洲列強他們也喜歡這種玩法 因為除了法國7.5、日本7.7和最後匈牙利改良的8毫米 不然全部基本上都是一戰前就在線上的口徑 甚至可以追溯至馬關條約簽訂前的1880年 只能說很多東西沒有壞 那就欸真的懶得該了 如果真的要穿越至今 那就要將目光轉向剛剛故意漏掉的美帝 說到美國老 他們的口徑雖然不能在二戰稱帝 但卻有其中最長的步槍彈 經典的點30O6春田子彈 後面的6指的是出場年份1906年 其口徑為0.03英寸 所以單位換一下也就是7.62乘63毫米 忘了和大家說 插後面的數字則就是子彈長度 63毫米堪稱二戰步槍彈之罪 1940年代有因為M1加藍德步槍稍作微調 重量也簡直就可多 至高點狙擊手 麥特的M1 小班弗列克的BAR 乃至於俄本一直死熟的30CAL 白朗林M1919中型機槍 大家都是吃點30O6春田 等一下 欸站頂啊 以上的片段會被黃標 所以要用我的船臉來遮 很有趣的是岔開來坦 槍枝和砲的分水嶺 就坐落在這魂風喪膽的20毫米 小時候看搶雷對於這一幕 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 在主角們意氣風發的時刻 可惡的德軍叔叔竟然超起防空武器 來個大清洗 先是上頭的士兵發現20Mail 然後米勒尚未也在一旁跟著附和 但老觀眾就知道大事已去 原先的防空口徑真的很好拿來欺負步兵 但現實我就懷疑 會有指揮官把自己的20毫米砲組員拉到前線 只是為了救被襪子勘換的坦克 點30 06號稱美軍50年不變的經典 從二戰一路挺進至寒戰 一直到1957年也終將被7.62乘51毫米 NATO彈取代 M14自動步槍、M60通用機槍甚至MINIGUN都愛吃這一位 但隨著交戰距離縮短 大家發現七字頭的子彈沒有想像中那麼好控 威力確實與其重量成正比 是一般在茂密叢林內的輕裝巡邏部隊單兵攜帶量下降 所以自越戰開始西方國家反襲道而行 令許多人詫異的改強5.56乘45毫米北約彈為主角 衛時對象有包括M16突擊步槍與M249機槍等許多系統 這在槍尸界也有許多爭議 表面上看起來不管是口徑和子彈長度都縮小 那要如何抵禦敵人 其實這也是我們常先入單看口徑大小的迷思 可能是射擊遊戲所灌輸給大家的觀念 殺傷力越大的武器什麼都得大 現實你要考慮到出塑彈道 有效射程其材質彈頭形狀提火爆炸威力等等 不得不說某種程度上 當然口徑占很大版面 像直聽其聲不見笛聲的0.50 12.7毫米的反物質狙擊步步槍直接幫你物理解決腰痛的問題 強制口徑越大威力就越大的道理 如果套在9毫米手槍子彈上 那難道他們不應該都比步槍還威嗎 明顯不難這樣類推 所以手槍本身體積啊 子彈長度和其攜帶的火藥量都是便宜之一 5.56格在1963年初登場 當時代號為M193 在越戰中大放一彩 美軍發現這類小口徑子彈有諸多優點 包括單顆子彈重量少了一半 5.56格的彈頭輕 所以射擊初速也提高 完全可以征服步兵在300公尺內的新現代挑戰距離 因為其彈頭易破碎和偏離軌道的特性 導致打入人體內比原先的7.62格還容易翻滾絞進膽子 這是一般人的膝蓋 而正是被M16在5至10公尺內給擊中的大腿 600多公尺每秒的速度打進體內 保證比疫苗的副作用還大 S光圖片清晰可見 但到近點在大腿內側 離開前留下了巨大的心狀撕裂傷 照理來說骨盆的只有擦邊球 但都被其震盪波給粉碎 對於軟目標已經有還不錯的穿透力 在越戰結束時 美軍發現M193的唯一致命傷 就是子彈要面對遠距離障礙武器穿甲能力 還有待加強 時間來到1970年代末 未來可能會轉移至歐陸上 與著防彈一和後外套的戰鬥民族交火 因此以比利時開發的SS109為基準 搞出了國內版M855 也就是上面對於5.56個威力不足的爭議開端 從1993年的摩加迪修 到後面的伊拉克阿富汗 M855在在證明他也能翻滾 但他們倆的設計初衷 就是希望從20英寸的槍管射出 當你是使用11.5英寸的卡冰槍種類時 因為火藥推進在槍支本體待的時間較短 導致速速變慢 那要怎麼辦才好啊 重新回到七字頭的懷抱嘛 最後發現拿子彈自身下手可能比較划算 經過冷戰的洗禮 美軍發現M855對付軟目標穿透能力過強 但是擊穿硬物後 例如擋風玻璃的殺傷力有不足 因此便開發了M855A1 儘管當時還有Mk318這款同口徑對手 但基於環保統一性以及性能相近等緣故 M855A1開始在美陸軍和海陸部隊中成為固定班底 同時也還有M995巫星穿甲板 當時用來對付重裝防彈衣和輕型裝甲車 5.56哥的甲竹樹 M855A1還有性能強化版EPR 最大特色在於其破綻性、穿透力和終極彈道的表現 相較於原版在160公尺貫穿9.5毫米的中碳鋼 新的EPR保守估計可以拉長至350公尺 這樣的實力已經超越了 大家該該叫的7.62哥M80普通彈 也就是說某些針對M80彈所設計的防護三機甲 會被當作打假的了 目前真的很難回去七字頭毫米家族 這意味著制式步槍可能也要打掉熔練 最近整個步槍系統重啟的國家大概就是法國老的FAMAS了 因為隨著訂單進入尾聲 於是在2016年10月 法國軍隊宣布會採用HK-416F為新型制式步槍 但不管FAMAS、FNSKAR或是現在正夯的H&K-416 大家全部都還是對5.56哥愛不釋手啊 盲目跟著美國走都沒有想過要回去大口鏡子 但5.56哥的成功也影響了敵對陣營蘇聯的清兵器設計思維 他們甚至開發出了自己的5.45x39毫米彈 應用在AK-74步槍上 1970年代開始服役 慢慢取代原先從1944年級誕生的7.62老爺之地位 而中國在1987年也研製出了自己的五字頭並服役至今 美軍認為5.56哥剛好在一個甜蜜點 目前是對手難以超越的 所以在北約的標準彈類別還能夠屹立不搖個40年 有些時候是製造廠商再給壓力 心想說5.56哥模具都買好了不要再給我亂改 二戰的點30春田O6改稱7.62奶頭彈 制式步槍也從原型的M1 換成笨重的M14 塑膠感較重的M16系列粉末登場 隨之也換成射擊5.56哥 正式開啟了所謂的小口徑步槍時代 感覺陷入總換口徑符合某種優勢 就要把槍枝重新設計的輪迴 因為2000年開始的確有越來越多跡象 顯示出6.8毫米口徑應用在突擊步槍載胎上 也是十分有效的 最後因為北約人有大量的5.56哥庫存 沒有打光而打消這念頭 財務方面沒有人敢承認自己有本的這樣改 但其實私底下都觸心機率 甚怕自己趕不上下一個口徑霸權 2015年有民間專家建議美軍 你可以換口徑 但不要重新設計一把革命性的步槍 因為有原定在1980年代要取代M16的 ACR先進戰鬥步槍前車之劍 雷兵盾ACR突擊步槍真的是一個挺特殊的存在 派對上沒人邀請 但自己默默在2007年槍展中出現的傢伙 提出了一個蠻有趣的模組化武器概念 內構和AR-15槍管本機組設計元素相似 他有著快換式槍管和導氣系統的設計 因此有一槍武癡之情節 包含5.56哥奶頭彈 56.8公里雷明盾SPC 上一代7.62奶頭 以及跨足道所謂的敵對 前蘇聯70年代開始使用的5.45 我對於這把5G的認識 全部都是電動遊戲 槍枝上線兩年後 有決勝斯克 新版戰爭2的第4E特遣隊率先使用 還有戰地風雲3和4 因為版權問題所以取名為AZWR 沒想到為打入美軍大兵市場 反倒先到玩家腰桿手上 貴到爆又和我的AR-15系列差不多 總之就是到頭來一場空 那倒不如從現有的平台 而基礎下手 內構更換成6.8口徑子彈相輔的就好 當然也會包含一些其他更新 聚合物 彈殼和吸收後座力系統等 對於美軍高層來說 單純換換口徑配件有點於事無補 他們還是引頸期盼另一款全新的概念 並且同時擁有超倫絕煩的戰力提升 而不是只有M16進階層 M4步槍這樣子而已 究竟哪種方法得你的心? 換槍換口徑的正義真的吵不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請給個禮拜留言 我真的都會看 聲音畫面那個先到這邊 掰掰